现在在网上有很多中国人在调侃这个战争 调侃这个战争说 这个乌克兰地方死人越多越 大家情绪都有点激动 就是刚才看到的信息就是说很多中国人 他在网上调侃说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得好 死人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我就有乌克兰小媳妇了 这样的话这样的言论已经被乌克兰媒体集中翻译报道了 现在基本上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了 在基辅那些防控洞里面地铁里面 人家老头老太太年轻人就直接这样问中国留学生 你们是不是这样真这样的 结果很多学生都不敢他妈的在地铁里面呆了 希望国内这些剑牌侠你们 你们留点口的给我们一点生存机会 你知道今天 今天我在基辅农大的哥们在外面 他们是怎么办的吗 有人直接问他们你们是哪国人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Japanese 我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说 都多亏你们 你们就这么缺老婆吗 是啊你们确实缺 你们连人都不是了 人家战争死这么多人 你们就这么那样说死得好 可以有乌克兰老婆在这个地方玩 我们在乌克兰只要是有华人 今天晚上在哈尔科夫的哈达使社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中国人好像是被枪打了 以后在这个地方有多少中国人被打死 被枪杀 这全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键盘侠的功劳 所以说我奉劝大家一句 希望大家不要再这样说了 给我们留条火路行不行 还有已经说过的那群人吗 你们就是一群畜生 还有我对因此生气那些乌克兰人 乌克兰女性们说一声 我真的是很抱歉 我每个国家总会有一群傻逼和神经病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一对你见 一对你把老子疼 我亲 可三十年 安年 一对你